alternative 我们现在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al我们念成al的音 接下来第二个音节在ter我们念成ter na我们念成the tive 它是一个形容词的字尾 这个字的重音我们念成alternative 然后在第二个音节alternative alternative它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翻成另一种的或者是替代的 来我们来看例句 if you miss the school bus you will need to find an alternative way to go to school 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条件 假如 它说假如你错过了没有做到 你错过了 英文就念成miss 那school bus指的就是校车 假如你没有坐上校车 或者是假如你错过校车的话 you will need to 你必须要 你需要去做这件事 什么事情呢 就是find an alternative way to do something 那这边有一个collocation 同学不妨也把它记一下 做什么事情的替代的方式 an alternative way 这个way在这边翻译成方式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去上学的替代的方式 好那alternative这个字 除了可以当形容词之外 还可以当名词 中文翻成选择 那当作选择 它有另外两个同意字 这两个同意字 Andy都建议同学呢 不妨把它记起来 第一个就是choice 第二个就是option 那option的中音节放在第一个音节 看要choice 第一个音节念成up 第二个念shin 整个字就念成option 来我们来看第一句 David couldn't complete the project on time so he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stay in the office to continue working 我们看这个句子 David 是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词 他说呢 David 不能够complete complete 的意思呢 是完成的意思 他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计划 project 它的意思 中文翻成计划的意思 这个计划案 它没有办法怎么样的完成呢 on time on time on time 我们知道被过了 它的意思就是准时的意思 它没有办法准时完成它的计划案 所以呢 so he had no alternative but 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句型 这个句型呢 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英文念成no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的用法 好的意思呢 中文翻成不得不 怎么样 因为呢 它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have no alternative 除了用alternative呢 你也可以用have no choice but 好那这边呢 后面呢 不要忘记了 这边要接一个不定词片语 表示呢 没有选择去做其他这件事 那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它搭配的这个字就是but have no alternative 或者是have no choice but 后面呢 不要忘记了 要接不定词 表示不得不的意思 所以呢 因为呢 它没有准时完成它的计划案 所以呢 它不得不to stay 必须要停留 停留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office 在办公室 停在办公室的目的 做什么事情呢 to continue working 继续不断的加班工作 好 所以这个字我们就念成alternative 形容词 另一种的替代的 alternative 也可以当作名词 中文翻成选择 10 15 18 18 18 28 18 20